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又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短视频达人齐聚在天津 还有两位光鲜亮丽的美女 就是我们的点评嘉宾 首先有请我们的著名的主持人 歌手曹颖老师 大家好 我是曹颖 希望有机会从小平真正走上大屏幕的各位达人 这里能够成为你梦想起飞的舞台 加油 还有我们非常漂亮的甜甜姐姐 大家好 我是曹颖 今天的来到跨时代战术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我也期待着见证这些达人从小平走上大屏的精彩演出 好的 那我们一起见证吧 有请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轮的比赛 我们第一轮比赛环节的规则是这样子的 我们三个人通过笔心来电或者是不来电的方式 然后来选择你喜不喜欢刚刚这个短视频 超过两个笔心就可以从小平实现到大屏的跨越 那准备好了吗 我们看第一条视频 哇 在建筑工地上面 陈江山 二十四岁来自贵州是一名建筑工人全王粉丝 二十六万 我觉得他这个反差本身 在工地 然后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像古镇这种就适合 就小桥流水啊 好像静静的有茶啊 燃着香啊这样的感觉 他这种反差 首先在短视频平台来说 他一定是能够有受到关注的 我其实今天就算在大舞台上我也很期待着说 你能从工地搬到大舞台上来真正给他一个演出的舞台 好 我给他点赞 OK 小田呢 我觉得在工地这种建筑大哥们应该是在扛砖搬瓦 他们的手应该是那种很粗糙的 但是他们用这种粗糙的手却弹出这么细水流长的这种优美的曲乐 我觉得哇 所以很期待 我想给他点个赞 OK 小田点赞了 如果要说古镇这种高山流水嘛 这个应该是高台流水 在众楼之间 在建筑城市的过程当中 又用古镇谱写出一首城市不一样子的建筑交响曲 所以我也很想看到你从小屏到大屏的跨越 我也给你点赞 三票通过 那接下来欢迎你从小屏到大屏的跨越 跨时代战书 我来了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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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二位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陈江山 然后我来自贵州省浦安县 我现在是一名工地上的架子工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圆满 来自贵州 目前也在山东青岛的工地上 做建筑工的 你们今天为什么带来这样的一个表演 因为小时候吧 我有一个武侠梦 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电视剧 那时候吧 家里没有电视机 但是呢 我也会跑到很远的邻居家那边去 看上几集 现在吧 我的工作性质 然后走南闯北的 我也都带着古针 然后我觉得我就越来越接近 我那个武侠梦了 人家小伙子武侠梦都是玩刀弄箱 你的武侠梦是古针啊 玩古针 你怎么会喜欢上古针的呢 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剧嘛 你看到谁弹古针了 嗯 我也想不起是谁 对 再有一个点呢 就是 因为我表哥先学的 表哥先学的是什么 是古针吗 对 古针是到那个专业学校里面 学过八节课 我就学了八节课 您就回来教他 也没有完全地教他 他看到我这个古针放在宿舍里了 下班之后 他就没事的时候 就自己在那巴拉巴拉 时间长了之后 我发现他也挺喜欢的 然后后来就带他去学校里面 去上过两节课 后来这个工程队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呢 就没有系统的学习 就上了两节课 然后就都是自学 对 太厉害了 上了两节课 其余的都要自学 可是我觉得你们每天工作应该很忙吧 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怎么谈古针啊 就是大量的时间都给了工作 时间特别少嘛 进步会比较慢 我们下班的时候 一般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因为要趁别的工程没睡觉之前 赶紧这个念会儿 一开始的时候还可以过来说说 你这个先别谈了 我们休息了 然后时间长了 四十多了之后 他们就不说话了 直接敲着床满 对 然后我们听到隔壁当当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停下来了 就赶快停下来 对对对 那你觉得古针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没怎么上过学嘛 这个古针呢 跟我们的中国文化呀 就是非常的贴近 就比如说 学一首曲子呀 它就跟咱们的很多诗词相关 比如说它的曲子就有 《渝州唱碗》 还有《陆游与唐碗》什么的 这些曲子都跟诗词相关 每当学到这样的曲子以后啊 我都会下去把这些诗翻出来背一背 哇 古针真的带给你很多东西 让你有了文化的底蕴 让你有了兴趣的爱好 让你被这么多人了解到 支持到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 我想知道一下 你们有没有说 因为古针有人 很多人给你们点赞 所以你们就说 干脆不当建筑工人了 我就去全职 就做短视频 就去弹奏 有过这种想法吗 就是刚开始在网上火的以后 也有过这种想法 但是后来 接触很多专业的老师之后 然后觉得我们当作一个爱好 去弹那个古针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要是说 真正的说 不当建筑工人 然后出去专门做这个 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你们其实 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这份清醒 真的 当然了 如果当你的技术 达到一定程度 转换职业不是不可以 但是当你的技术 还没有达到的时候 那种盲目的变化 那就是对于认知的 一个不清醒了 对不对 所以江山和表哥 如果进入到第二轮的话 还是依然给我们表演古针吗 对 下一轮的话 还是给大家带来一首 古风歌曲 吴卫霞 吴卫霞 好了 那第二现场的所有达人们 有没有想为江山和达的兄弟 来投票呢 来 倒计时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首相 感谢江山 你的名字就很武侠 我们一会儿看看成绩如何 一会儿见 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视频吧 这是你爱的承诺 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 爱拥抱着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覆没 就算生活 给我无计的苦痛的折磨 五十六岁的陈美花 是来自山东的一名煤气搬运工 就是平时喜欢唱歌 真的是人才 到处都是人才 我觉得刚才她的这个视频 给我一种特别乐观 又积极向上的感觉 我其实很希望 她能够在现场 带给我们这种快乐 让大家感受到 即使是我有平凡的生活 不管我做什么工作 我在我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时间里 我可以享受我的生活 我就是我自己的女王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好 我给她点赞 OK 天天 我觉得曹英姐说得特别的好 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她们都有着自己的爱好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她们 来到我们这个大的屏幕上 大的舞台上 去让她们闪光 让大家看到她们呢 所以我要给她们点个赞 那我也给你点赞 来 展现你的精彩吧 山东 菊南 梅西姐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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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不料 千娜 剩下快死 偷死 花山 娘儿 飞着那太阳飞啊 童年飞到西那边 什么天空便是灰色 什么大地没有绿色 什么人稀不是红色 什么雪山穿了黑色 什么心灵没有了脚 什么大乡没有了羊 什么沙衣没有了气 什么绿色 什么绿色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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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那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想找一份高薪的工作才去做的这个吗 我看着没奇怪呢 我是弄个事 我照顾我的老公也方便 那难道你会拉着老公一起去搬煤气罐吗 说到这里还真是 我弄个三鱼车 你就放上煤气罐 放上音响 当时我是真是丑 怎么去卖啊 我老公说你去唱歌 我又想起来 这平时把鬼我的呛响了 终于说到我的呛响了 一上腿口就唱 我生在一个小山岁 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催了那个沈的大娘们 她们说外边干什么的 她们还有唱歌的 我是抗煤气罐的 但您这样是不是因此这个生意反而做得特好 之后呢工作了之后也是搬煤气罐 也没有办法系统地学 我能理解为您就没有学过唱歌吗 说到这儿我还得感谢我一位徐老师 他现在呢 也来到现场 OK那我们把老师请到舞台上面来 先来了 来来来来 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哇 好漂亮啊 徐老师 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徐辉 来自山东 轮椅举南县 我是一名呢 退休的音乐老师 退休的音乐老师 是的 能问一下你们怎么结缘的吗 说起这个陈妹妹啊 实际上呢 在认识她之前 我就听说有一个煤气姐 这个歌呢唱得非常好 后来呢 就是说在一次合同当中吧 就得业这个相识了 相识以后呢 我才知道 就是她从来没有学 没有专业的培训过 她说徐老师啊 真的是很想有机会 就说呢 学习学习音乐的一些知识 我呢一直是从事 就是高中的这个音乐基础的 综合这个培训 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就跟她 我就建议她 我说你就来和我一起 学习学习 她说费用呢 我说不要费啊 你来学就好啊 要走得更远的话 那么必须对系统的学下 音乐的基础知识 对她的歌唱呀 和她的表演 肯定会有很大帮助的 所以说呢 她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用心 在这里呢 我也接着给平台吧 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导师 指导她 助力她 相信啊 她在就是说音乐追梦的路上 会越走 越远 徐老师真好 谢谢 真棒 那今天我们 如果进到第二轮的话 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不一样的表演呢 我那游戏站在这里 我已经要给一个大家 一个刚好的歌声 是青藏高原 哇 我觉得她就很适合唱这首歌 这个太辽阔了 这我都能想象得很优秀 对的 好了 那第二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为我们的美花 来投票了吗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好的 那我们看看稍后的痕迹如何 二位稍事休息 一会儿见 好 谢谢 好 来看下一个视频 这一幅山面画的是北京城 北京城来实在微风 礼酒外戚荒城寺啊 酒门八殿一口中 三宫六院画朝廷 文武官院列百西洞 完了 这视频一出来啊 曹英姐就要说话了 这你听那小尾印 听那个土字 对吧 那个小韵味 这看就专业的呀 她才十四岁 这才十四岁 就不用讲 来 点赞 我立刻马上追个赞 这个表现得太好 才十四岁 她的嗓音那种浑厚的力度 根本不像十四岁的女孩 我好想见见她本人 中音这样的 中音其实挺还挺难的 不过说实话 我就觉得唱戏 就在这个舞台上面很多 然后可能稍显单调 所以我这点上面 不了一点 但是一家 还是要有请你 从小平到大平的跨越 有请 跨时代战书 我又来了 主板慢打响 叮当 表一表 梁山的好汉 五二郎 二五松 学权到个少林寺 论无意 刀枪 棍棒 让让墙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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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百千举 咨 订阅 二东 大陆 难阴 飞去 来回催 呀 说音 壇唱 全人 放昂 唱天 酒 用 莲 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一家是我们老朋友之间 来给我们跨时代战书 那这次再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 大家好 我叫薛以嘉 今年14岁了 是跨时代的老朋友了 我出生在一个曲艺世家 从一岁不到就可以用舌头来打快板 是小小飞翼传承人 那其实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都给我们带来新的一些惊喜 那这次为什么用这样的形式来表演呢 因为想让更多人看到 我们中国的传统曲艺文化 京东大鼓和快板 让大家了解到他们的魅力 哎呦 说话都有这个范儿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曲艺的 我就出生在曲艺世家 所以你算是从出生才会说话 就开始学曲艺了 所以做一个14年的老艺人 就大家经常会质疑你的年龄 因为台上范儿确实是比较正 但说句实话 咱这种世家它有好处 就从小受艺术熏陶 但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这种世家要求很严格 对 就是有一次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 就是当时在练那个快板段子 叫做立井剑 里头有一个动作 就是钻井队员把那个架子 又拿那个握那个绳子 然后把它拉起来那个动作 因为我是女孩子 然后就是做动作可能很柔弱 然后我爸就嫌扭 说我胳膊太软了 我胳膊往上一点 拿着快板把我手打下去 往下一点 拿快板把我手打上去 反正当时特别凶 特别严格 这是亲爹吗 你说你干什么 还是个女孩是不是 你小时候有没有怀疑过 我爹对我这么凶 你有没有抱怨过他 有 但是有一次啊 就是我就是对我爸 认识了我爸不一样的一面 就是当时啊 我们北溪路起通说下来那天 我们是一家三口 在外面吃饭来着 然后我妈妈突然 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消息 说我考上了 然后我妈特别激动地 就跟我和我爸说 说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 其实当时啊 收到那个消息的一瞬间 我心里呢 也不是特别激动 也没有特别喜悦的 这些情绪 就是当我一转头 我就看见我爸 我爸眼圈红了 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从小到大 我见我爸幽默的一面 严肃的一面 就是没见过 我爸就是掉了泪这一面 当时我有点激动地 说不出的话 有点震惊 就是其实感受到那一刻 说爸爸其实真的很爱我 他虽然对我很严格 但当我人生中 有一些喜悦的事情 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激动 我的父亲 他已经感动得落泪 那时候你感受到了一种爱 对不对 对 我感受到了 那你以后的梦想 是不是就是 以后就是从事这个专业 对 我以后就是 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体 继续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看到 那如果进入到第二轮的话 会给我们表演些什么 我和我爸爸合作的一段 不一样的单线表演 我爸爸现在就知道了 这件事了 而且人家因为老来 人家都知道你们第二轮 这个事 我就先给你们卖个小关子 好了 那第二个现场的 所有达人们 一家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进入到第二轮当中 就由你们来决定了 请投下宝贵的一票 倒计时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感谢一家 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轮的三位嘉宾 都已经表演完毕了 我们把刚刚的两位 重新进完的舞台上面 来看看他们的成绩 怎么样 看谁能够进入到第二轮当中 有请 好的 第一轮的结果 在我的手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古中夹 陈江山 最终得票数是 十五票 谢谢 梅继姐 陈美花 最终得票数是 十三票 薛一家 最后的得票数是 十二票 有点小意思 没有办法听到第二轮 超客气 就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怎么会 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没关系 只是一次失败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没事 咱不是常来吗 然后改天再来 我们下次见 小老艺术家 下次见 好嘞 再见 谢谢 好的 那接下来江山美花 要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因为我们的美花 得分稍低一点 所以按照我们的规则 您先来表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带交给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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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一会儿见 谢谢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感谢江山我们带来的精彩编语 感谢我们的舞者 非常漂亮 江山刚刚的鼓声的演奏 第二线上的达人们觉得怎么样 来不来电呢 五 四 三 二 一 感谢各位的投票 那接下来我们把美花重新请回到舞台上面来 要见美花 两位都姓 Further 杨茜茜 一个是美花 两位 一个是江山 一个是美花 那我们带来的第二轮当中除了我们第二现场达人们投票 我们三位还会有一人两票的机会投给你喜欢的选手 怎么投 好难 我先来吧 其实单从节目上来说 我是倾向于把票投给江山的 但是从情感上 其实我是挺想投给陈阿姨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女人太难了 一边扛着煤气罐 一边还结合着自己的兴趣爱好 后面还拉着自己的老公 就我会觉得这种女人 好伟大 真的我要用伟大来形容她 我从情感上 要把我这两票投给陈阿姨 谢谢 我是觉得 美花姐刚刚的表演 其实我在小平当中看到表演 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惊 但是在现场 美花姐的表演 真的一开嗓就惊艳到我了 然后相比于美花姐江山 在小平当中的表演 非常的让人觉得不一样 但是其实来到大平当中 稍稍有点水土不服 因为可能是大平的表现 然后的表情 就是不太容易能够融合到里面 但我觉得你还要多多地去历练 但是美花姐确实给我眼前一亮 所以在大平当中的表现 我要投给美花姐 谢谢 的确是因为这个歌唱的时候呢 可能美花她有她自己的个性的一个奔放 她有她个性的优势 所以她在舞台上会绽放更多的光彩 比较容易吸引人 就表现力更强 但是我们这位江山小哥哥 真的是能够自学 然后这么热爱 把一件事情 谁都没想到你能坚持下来的事情 坚持到现在 我觉得这份坚持 其实会给很多年轻也做到榜样 所以两位其实今天来到现场 真的都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比较积极向上这样的正能量 既然两位都投了美花姐 来江山我支持你一下 谢谢 好的 那到底最终的得票数是多少 两位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上面见证一下 OK第二轮的最终结果 梅西姐陈美花 加上我和小甜甜的这四票 最终的结果是17票 也就是说达人为她投上了13票 那么呢 古张霞陈江山呢 加上曹颖姐的两票 最终的得票数是16票 达人为她投上了14票 所以要恭喜陈美花获得了这次的最佳达人 谢谢 哇 那今天的表演非常的丰富 我们都见证了平凡人在大屏上面的精彩表现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达人 要感谢我们的甜甜 感谢我们的曹颖姐姐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别忘了每周四晚上的9点20分 就在天津卫视我们的跨时代战书 我们的所有的达人 还有我们的点评老师以及网友队长 都在这儿等着你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各位 拜拜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荣美好 更未来天津卫视